这绝对是特里加奥特曼最艰难的一次战斗之一 面对突然降临地球的神秘机械怪兽 特里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同时这也是杰明首次觉醒幽怜的力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故事开始 三天前一个神秘机器怪兽突然降临到地球 在怪兽的压制性实力面前 特里加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然而幸运的是 这怪兽一天只能活动一小时 剩下的23小时则用来补充能量 怪兽名叫撒旦狄洛斯 是在某颗星球上被制造出的防卫兵器机械狄洛斯的改造体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际 宝藏猎人伊格尼斯来到了胜利队基地 并告诉了众人怪兽狄洛斯的弱点 那就是他胸前产生屏障的装置 只要在他充能完毕前集中攻击一点 屏障就会出现裂缝 到时候再由他承虚而入 安装炸弹炸毁他胸前的装置 很快这个决定也得到了队长的认可 作战计划就此展开 张人负责调大加农炮的功率输出 剑武杰明和伊格尼斯则在怪兽脚下随时待命 就在两人闲聊之际 伊格尼斯也说破了剑武士特里加的身份 在众人忙碌数小时后作战正式开始 只见护士姐姐来到迪洛斯面前蓄力发射加农炮 朝迪洛斯的屏障射去 在众人忙碌数小时后作战正式开始 只见护士姐姐来到迪洛斯面前蓄力发射加农炮 的持续输出之下屏障被顺利攻破 随后猎鹰号带领着伊格尼斯冲向裂缝 千军一发之际伊格尼斯成功飞进屏障 将炸弹顺利安装并引爆 可就当众人以为成功之际 迪洛斯的眼睛却又突然亮起了红光 队长剑撞再次命令队员释放加农炮攻击 就在蓄力准备发射时 一发光光飞来打断了护士姐姐号的攻击 来者正是卡姐的小弟希特拉姆 见五见子一幕赶忙来到一处无人之地 展开了变身 只见特利加率先上前 与眼前的希特拉姆交战 胜利队则合力对抗着迪洛斯 在两人对拼数回合后 普通形态下的特利加 根本不是希特拉姆的对手 很快便被其一刀砍退 然而就在这时 希特拉姆来到杰明面前 并准备对他发动光线攻击 试图唤醒他身体中沉睡的幽怜 果不其然就在危急关头 杰明体内的幽怜苏醒了 在杰明命悬一现时 开启屏障救下了他 希特拉姆见的这一幕 也是如常所愿的 哈哈大笑了起来 看来这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啊 这时愤怒的特利加奥托曼 开始切换形态 利用空中型的速度优势 来到希特拉姆面前 在一套特利加突刺攻击下 希特拉姆也只能连忙躲闪 持续数百刀后 特利加在一招拔刀斩砍向他 并拉弓释放出光线攻击 定住了远处的机械怪兽狄洛斯 胜利对舰狄洛斯 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 立马集中火力对其发动走弓 在护士姐姐号和猎鹰号的 持续输出之下 机械怪兽狄洛斯就此爆炸身亡 另一边气急败坏的希特拉姆 欲想偷袭特利加 可却不要被特利加发现 回首掏蓄力释放出终极光线 直接将希特拉姆消灭 这一战是特利加奥托曼的胜利 你觉得希特拉姆还活着吗 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 喜欢的话点赞转发一下呗 想看更多奥特曼资讯 关注我抢先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